这是我们家长的最大的一个佛手瓜 大的都吓人了 有这么大 这必须得戴着手套来栽 否则是挣扎手 哇这个佛手瓜好大 它已经出现了胎萌的状态 就是还在藤上 它就已经开始要发根发芽了 有这么大 你看它跟其他的佛手瓜相比 它就大很多 这样已经出现胎萌状态的呢 可以把它先种到花盆里头 也可以先让它这样静止一段时间 然后看看它是否还是在往上长 如果它还是往上长的话 就尽量的把它埋在花盆里边 哎呀好大 我这瓜头上还有好几个 其实前一段时间 我都已经摘了好几个 就是留作种子 这好 这好 这又要收好几个 哇这个也好大 这真的长得像刺猬一样 那个刺特别的硬 这两个不相上下呀 这边还有好几个 哎呦喂 我这大丰收啊 我都害怕它砸在我脚上 那得多疼啊 今年的佛手瓜接了很多双胞胎 甚至还有三胞胎的 哦 掉了一个 哎呀 还好没有砸到我 这边还有 你看这双胞胎都接的这么好 天呐又掉了一个 哇你看那扁豆角接了这么多 还在 我天呐 哎这我好几天没来看 他们都接成这样了 天呐 这也忒能接了 今天可以吃一顿草豆角了 看这还有很多小的也该往下摘了 大的也摘小的也摘 因为 该到下架的时间了 你就说这佛手瓜 它的生命力多强 这好 这都入秋了 它还往上发心芽呢 这还接了个小瓜蛋 哈哈 这边这一棵也长出来了 我今年打算把它们覆盖厚厚的树叶 然后保暖 看看它们明年能不能继续生长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不用再 留种种了 但是每年还是要留两个 或者几个种子 以防外衣啊 因为有的时候天冷 它就冻伤了 反正我知道在加州 这个是可以每年都不用重复种 它自己就可以长起来的 哎呀 谢谢你们佛手瓜 这我就把 瓜架子上的 长的所有的瓜都摘下来了 今年种佛手瓜 算是很成功 这也是我种的第三年 终于长得像那么回事了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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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你 有吗 有吗 就好 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再多一間口水 再多一匹 再加碎 不太有一枚 加碎 再加碎 多二人 一片 这些是我前一段时间吃不了了 长得太快了 我就挑那个老一点的给留种了 你看现在有的好多都已经发芽了 这个屋子里是不见阳光的 又是比较凉爽的屋子 地下室 也不是地下室 二层 你看 这已经发芽了 过两天我就得给它放在花盆里头 种起来 这是我今天把那个佛手瓜秧给拉秧的时候 摘的几个大的留种的 这是最大的 你看也发芽了 这里有两个发芽的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这就是我全部的留种的佛手瓜 种太多了也吃不了 好多我都给切块冻上了 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 我今天就把这佛手瓜的瓜藤全部都拉下秧来 这底下新长出来的呀 我就吃龙虚菜了 你看这长出这么多了 也不错 看看它能长得怎么样 够一盘是一盘啊 终于把佛手瓜的架子给清理出来了 天也黑了 还捡了几个小瓜蛋子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夜晚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视频见 谢谢观看